试演放带人的演员 已在餐厅等候 很快 另一位演员小贤上场了 今天是要还上个月借的6000块钱吗 今天我之前做了一个月的兼职 然后上个月我借你的6000块钱可以还给你了 上个月借的6000块钱 你不是说借多少就还多少吗 突然增加的还款金额 是套路带骗局的常见套路 这也引起了庞舟女士的关注 旁边这位女士是带着宝宝的 就是在这种场合 一个妈妈一定是以宝宝的安全优先 把合同拿去 你仔细看一下合同 写得清清楚 你的还款时间 应该是昨天 可是我昨天有联系你 你没有接我电话呀 你一直打你电话都打不通 合同规定的是昨天还钱的 结果你没有还 你今天还的 我约了 你这样的话 就算利息了 本金加上利息的话 就不是6000块了 你要还的是2块钱的 但是今天我只是一个大学生 我根本还过去2万呀 能不能通融一下 这个是公司规定的 你现在要按合同来办事情 我也通融不了 这就是重要的套路 一般套路带的重要手法之一 就是第一 你到了还款日期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办法 让你还不上了 合同规定的是昨天还钱的 结果你没有还 今天还的 就违约了 这样的违约 看似合情合理 但 其实是套路带骗局中 最关键的一步 这样子 我看一个小姑娘也不容易 但是呢 我有一个朋友 她也是借在公司 因为后来你 到她那边去借一点 先把我这边的还放 你看你行不行 你还要借钱啊 这什么关系了 你把那边的钱借过来 然后还上这边的话 把这边的问题先解决了 不就可以了吗 而且刚好今天呢 我也带了一份 他们那边的合同 你先看一看 你把这个子签了的话 这边的钱就可以还了 放贷人 即利劝借贷人签下合同 但合同里暗藏玄机 因为很多年轻人 根本他就是不擅长仔细的看合同 你会忽略过去的条款 而这个条款往往就是你致命的地方 可是这里 为什么上面写的是还四万 这个你不用管 是这个 我们搞金融的这个行规 你不违约的话 你就只要还两万块钱就可以了 你不会再违约了吧 这不就行了呗 你把字签了 是吧 到时候慢慢把这两万块钱还掉就可以了 所谓的金融行规 其实只是借贷人提前设好的 周而复始的套路带圈套 此时套路带的基础套路 已还原完毕 如果我们让男演员暂时离开 周围的人们会怎么做 放贷者刚离开 坐在旁边的女士就换了座位 她坐到这儿这个状态 什么意思呢 我明白了 她刚才坐的那个位置 想观察店外的话 必须得回头 现在她坐的这个位置 观察店外只需要偏过头就可以了 她会怎么做 爸爸我刚才去游乐场 要好多好多的肥肠 女士坐回了之前的座位 女士坐回了之前的座位 我给你买鸡鸡鸡吃 我给你买鸡鸡吃 我给你买鸡鸡吃 再吃 妈妈 再吃 妈妈再吃 别 Incredible 随即 女士又有了意外举动 女士再次坐回了位置 女士再次坐回了位置 他陪我们的演员电话 他摆动手机是干嘛的 突然 帮我看一下 我是一个外人 一定要看清楚 我不懂这个 女士似乎通过手机 对小贤进行了提醒 不仅如此 女士还做出了劝告 我觉得你应该现在回家 可是他说我欠了他钱 给家里人说 所有的事情给家里说 我不敢告诉我爸妈妈 他就是用你不敢给家里说的这个心态 然后一步步的 一个坑再给你玩一个更大的坑 再一个大坑 该不是迷糊 不管多大的事告诉家里人 大人一定会给你有办法 你现在生活经验太少了 知道没 一定要告诉家里人 多大的事他们会替你扛着呢 有了女士的劝告和提醒 即将掉进套路的借贷者 面对此事会更加警惕吧 而手机里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容 一起去问问女士吧 我是给他编辑了一条短信 大概是编辑了什么样的内容 我给你拿手机让你们看一下 可以 我看一下 我是放到那个 放到微信上 我看您当时其实编也编了 还蛮长时间 一直在纠结 对对对 因为我不确定那个人 什么时候会摆身过来 因为得挑重点 得表达我的 就是我想传达我的这个意思 所以就想了半天 然后就是赶紧平常 赶紧编辑好 你觉得当时没有表达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这个协议肯定是不能签 虽然我签的是断断是续的 但这个东西肯定是一环套一环 一个坑 后面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坑 怎么的塌 所以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些报道我之前看过 就是说 一些大学生 然后在学校里面 然后就是 可能急需用钱 然后去联络了一些接待公司 包括一路上出来 还挺 还挺为那小姑娘担忧的 那我看到您就是 有好几次都 一直在关注 店外面的情况 我想确定那个环境 对我来说是不是安全 因为我不确定外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环境 是这样子 包括 然后我对我来说 我们是外地人的 刚到这里 所以 对周围的一切 都是太陌生了 不了解 然后不敢贸然地去 包括去 就是明对明地去给他说 都 我还是有顾及 您是哪里人 我是陕西人 算休假 然后谢谢你 特别谢谢你 然后你现在可以放心了 谢谢 其实这个女士 刚刚讲我是一个外人 雷老师特别敏感 他不光说他是这个事件的局外者 他还是个外地人 这让他可能面临的风险跟挑战 又多了一倍 多了一场 首先他就是一个重点 就是合同不能签 最开始一个妈妈 只要自己的孩子在现场 一定是孩子的安全 是第一优先考虑 没错 最开始观察 然后呢 还换个位置去观察 到底安不安全 最开始他说 我是一个外人 我只想有限介入 我是一个外人 我无声 我不想让别人看到 我跟你说话 我是一个外人 然后接下来 就真的苦口婆心地 开始去劝 你就顾不得 给家里人说 很多的事情 给家里说 一层一层往前的推进 我们说一个善良的人 在需要他挺身而出的环境当中 他是特别容易情感带入的 所以到最后 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他的情绪依然是起伏的 但是细心的观众 可能会觉得 这个小姑娘 虽然你涉事不深 但是这合同上的白纸黑字 数字金额 这写得很清楚 六千变两万 两万变四万 你还真上当 是这样 往往是因为 最初的一笔借款 然后到最后滚的 雪球越来越大 确确实实有很多 年轻人这个时候 可能自己的收入来源有限 但是自己的 有一些想买的东西 他又不敢跟家里说 已经欠了这么多钱了 欠的钱越多 越不敢跟家里说 因为他知道 这对于家人而言 这是一个巨大负担 所以你看 刚刚为我们解围的 这位小姐姐 她说了一句话 让我也很感动 她说 放心吧孩子 有比你更有经验的成年人们 来帮你扛着 一切都放心吧 帮你扛着 可是没想到 这份风险 这份责任 一个陌生的小姐姐 在此刻帮她也扛下来了 在第一组的观察当中 我们见证了 接下来还会遇到谁 我们一起来看 观察继续 演员饰演的放贷人 再次给小贤下套路 经理 经理好 我是来还上个月 借的六千块钱的 你上个月的话 确实是在我这里借了钱 但是 你今天才过来 这就已经超时了 你要还的不是六千 是两万 什么风险的经历 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我有个朋友 也是开贷款公司的 要不然你去他来边借一下 然后先把我这边还送 又是一个新的套路 连环套 他这个朋友其实就是他的左右手 互搏 左边口袋到右边口袋 所谓的朋友公司借贷 看起来是合理办法 而实际上 却是联合起来 以达到累高金额的目的 还要借钱啊 这又什么 你借一次借也是借 你借两次也是借 你先把问题解决了 我跟你讲 这个还不是你随便便 就能借到的 我现在帮你想了个办法 我还要跟那边说一下 跟我朋友打个电话 看到那边的话 OK不OK 你先看一下合同 我们安排 演员饰演的放逮人 暂时离场 此时 餐厅的顾客 所剩无几 人们会怎么做 突然 这上个月 就是我上个月 上个月借 这个月借了六千 这个要你还两个吧 对 这个不是上贷款 上贷款没有什么高利率的 拿个新的合同给我签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 不签啊 还签新的合同啊 不签啊 这个已经上当了 还签新的合同了 怎么要完蛋 直指重点 好干脆 我觉得他心里有个忧患 就是我一上来 我可以直接了当地 指出问题 但是怎么解决问题呢 这个很关键 我如果不签这个新合同 我就会 我就会越签越多 所以我到时候就还不上 你签了才会越签越多吧 你要报警 要正面面对放贷人了 这时放贷人已经回来 男士会怎么做 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把签签了 这种合同不合法 哪里不合法了吗 肯定不合法 什么正规的合同啊 这个新的合同 这个是原来的合同 他如果不违约的话 就还六千就可以了 先借个两万过来 把这边的账底上 这里借款两万 这里更多了 这里四万 那是越签 这个韩国写的好看的 借多少还多少 对 韩国写的好看 开玩笑 合同上面只要签了字 要换几多就是换几多的 要你换两万就换两万 这里写了四万 只要签了四万的时候 你就换四万的 合同很严谨的 这能乱来 演员对合同的搭塞 这都是韩国写的好看的 并没有护怒过男士的眼睛 合同上面只要签了字 要换几多就是换几多的 男士不仅指出漏洞 更施展还兵之机 先走吧 晚两天吧 走了 哎 你别去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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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办法的 也没办法了 你要不愿意跟你谈 好吧 不愿意跟你谈呢 我说说小姑娘好 为她好啊 哇 哇 这句话有力度 哇 这个动作就是一个 视为一个挑衅的动作 在战斗之前 会把手上的非武器的武器放弃 她会阻碍我战斗 所以刚才这个动作里面 有威胁一点 为她好啊 怕不见得吧 小心啊 要还钱吧 欠钱是固然要还的 但是也不能乱签活动 该给你的利息要给 见了你六千块钱 这个事情我知道 要给是要给 但是要给 给这个利息 要合法 不能说一般倍两万 给你两万 那不是很抢了 但是也不能乱签活动 该给你的利息要给 见了你六千块钱 这个事情我知道 要给是要给 倒是要给 给这个利息 要合法 不能说一般倍 两万 给你两万 那不是很抢了 你看他们现在的语言姿态是 这小姑娘 我照定了 她不想 做一个女朋友 做一个女朋友 做什么事情 她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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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男士的坐镇 小贤得意解救 感情再联系 谢谢 遗憾的是 我们未能与她 当面道谢 在此 向她质疑 由衷的感谢 刚刚看到他们俩 离去的那个背影 我相信这个时候男士 即便最后 我们的记者上前来 已经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刚才那一幕 不过是一个剧情的假设 但是 他依然会在那短短的时间里面 再次告诫和劝慰 这位女孩 身陷谜局当中 要当局者轻 他有那么一种态度 我特别欣赏 解决问题 就是解决问题 我知道你是骗子 但是 我要解决 眼前的问题 就是 我不必用那种状态 上来喊打喊杀的解决问题 甚至连语速 它都是很稳定 它的表达语速 从头到尾 非常稳定 情绪起伏 真的不大 常规写得好看 开玩笑 所以 我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我就跟你谈合同 咱们说到合同 我就跟你谈合同 那 最后把这个危机划解 心理素质很过硬 这是一个 极有生活智慧 和工作智慧的人 见多识管 而且对很多事 他是心里非常有数的 像套路在这种事情 光天化日之下 很镇定 也告诉你 这个按照法律 你只能拿到合法的理解 你不可以多要 六千块 变成两万块的雷星 他交涉的方式 真是有力有劫 非常会办事的一个人 你看 提出问题 指出问题 并且不折不扣地 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个难事 刚才所有的过程 让我们很叹服 接下来在面临 这样的剧情的时候 我们看看 还会有人 及时出手吗 观察再次开始 我上班就要直接六千 你看你超过了 还款的时间的 你是要给利息的 你要让利息要还两万块 两万块 我一个学生 我怎么还得起两万呢 你跟我朋友 能给我跟室里面去借一点 刚好我在里面 他们的合线 你现在把他签了 你借钱还我的钱呢 还要借钱啊 关于借贷这个话题 杭州的情侣 有自己的看法 这个为什么 讲解决定 为什么我记忆 就是 哪一花可以 我也赛 我也赛 你可以吗 我可以还 虽然看起来是危机的 肩膚十恶 曾经还撒了吗 狗粮 特别是 你看那句表白多甜蜜 你可以用啊 我来还 对 我来还 这边 表演仍在继续 你要知道 你老师的电话 你提交的 提交的 处理的电话 还有你家的电话 我就知道 你要是不牵手 我就直接打电话 给人要去 因为套路带的 这种放带的 这些人们 他们是 非常善于心里的口课的 找你家长 找到你学校去 把你这个欠债的事 贴到你们学校公告难 让这个孩子会觉得 此刻我不签这个合同 我就出不了这个门 的确 在现实生活中 放带者的手段 远远不止于 言语上的威胁 也许是对放带人 有所忌惮 一直默默关注的情侣 选择离开 突然 给了拉什么 难道 还有人也在关注 欢迎回来 这里是你会怎么做 本期我们关注 套路带骗局 上期中 一直默默关注的情侣 已经离开 扮演借贷者的小贤 突然收到一张 神秘的纸条 通过我们另一个 机位的画面 原来 男士刚刚去结账的时候 留下了一份提醒 是来自同一个人 他留给了收音员 然后让服务员去给他 写的什么 让我们赶紧追上去 认识一下他们吧 哈喽 两位您好 想问问刚刚是 刚用餐出来是吗 我简单和你解释一下 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节目做 他们演得蛮好的 我都没看出来 真没看出来 是吗 好真实 其实我们今天还原的是 近半年来 特别热的一种骗局 叫套路带 网上也有这种消息 我经常官方微博 也了解这方面的套路 这种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还有之前有什么 裸照 逼破 或者到 刚刚也说到学校去找你 把你这个名声搞臭 这就是逼 然后以每一天 你滚的这种利息 来压迫你 必须又接另外的 然后就又在 合同里面欺骗你 所以一步一步 越滚越大 越滚越多 因为我一直也关心 会关心这方面的事情 我知道这个套路嘛 这个东西就是无底洞 社会影响比较广泛 有些人会跳楼啊 或者一些过激的行为 一个人就这么毁了 这个时候只有家人 和比较亲密的朋友 才是靠得住的 其他人都靠不住 然后我听到 其实有跟女朋友讨论说 好像你是说 你是从来不会去借款 要回去 对 我连蚂蚁滑鞭都不会用 我宁愿吃土 我听到你有跟女朋友说 但是你可以用 对啊 女生不一样要富养嘛 然后当时你说 我可以帮她还 对啊 哎呦 又有点洒狗粮 但是您全程处理这个事情 其实很细心 不忘留下一张纸条 我是这么想的 她再犹豫不决 感觉都快要签了 我报警 我毕竟来得赢 我特别着急 说有赶快吃完了饭 跑出来 服务员 她出面的话更好一点 而且相对来说 给个什么东西 更自然一点 做好事同时 我也要会保护自己 不要影响到自己 完全没想到 陌生的纸条 是来自于她的身上 这是一个很有分寸感的人 她首先定位我是一个路人 然后在这个路人的 这个立场之上 然后用一个纸条递过去 告诉她 你一定要慎重 如果你签了 两万就变成四万了 慎重啊 我提醒到了 但我依然保持着 一个路人的立场 她最后采访的时候 说了一句好事要做 但是要保护自身的安全 做好事同时 我也要会保护自己 不要影响到自己 我是这么想的 她说了这么一句话 她内心深处 永远有这个分寸在 男士特意留下的一张纸条 既是一份对小贤的关心 又是一种自我保护 有了这样的提醒 借贷者心中 也会多一份戒备吧 最后一次观察 男演员扮演的放贷人 再次以违约为由 要求小贤签合同 我一个朋友也是做清贷的 贷款公司的 要不然你先把她的钱 借过来 然后还这边 如此还钱之法 引来了周围人的主意 男士开门见识 男士一眼看不到 男士一眼看不到 这时男士的声音突然停止 你杀了没有 签了吗 你要是不签字的话 到时候 都会让你交去 警官 你不要告诉学校 你签字啊 你要知道 你的学校寝室 是有的电话号码 你告诉电话号码 可以你家人的电话码 我都有 当演员饰演的放贷人 事已威胁 周围的目光瞬间聚集 他们会怎么做 中共转定服 rozp 小天 有 состояни ego 你拿烤雳条 你拿烤雳条 你拿烤雳 你怎么 让你烤雳条 他说有气噬 你说我管丁绘 对方的女朋友赶紧摁她的手 直怒直怒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 让人家考虑一下 这一锅 那你先这边 先这家 先这家啊 做的 你先这边 放上来 你都在搬啊 搬什么人家呢 两个人还在很多吗 下次再还准了 我报警了 他这个报警有意思 我报警 我要让你听见我在报警 他不是躲在一边 我这边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警察你们赶紧来现场 他这个意思就是 我报警是因为我不想揍你 兄弟 你报什么警啊 没必要报警 没事 这个是我妈妈关你 不要紧 报完警 他再次拿起手机 除了警察 还有记者 面对如此公事 演员饰演的放带人 显然 招家不正 要不然 这里这么吵 有了我带你 到别的地方 想溜 在男士的强势阻拦下 老远组安排男演员离开 男演员离去后 细心的男士仍然不放心 而女士则坐到了小贤旁边 你之前是欠了她多少钱 六千 我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事情 可能你真的有用 然后又不好跟爸爸妈妈讲 但是我跟你讲 你要是听得很对 你就真的是还不起来 我跟你说 对啊 所以你这样得见你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你就跟你爸爸妈妈说 他毕竟是你的爸爸妈妈 两万块钱真的不敢多 你现在还笑 两万块钱真的不敢多 所以这件事情 还认你情绪好一点 之后你打电话 跟你妈妈讲 他们骂你肯定是会骂 但是你是大夫女儿 他们肯定是会站在你这里的 早日把这件事情拖 拖开切断联系 你就早日就可以 过正常的生活 不然的话你可能 可能以后 你现在还是学生 以后毕业了 就一直帮她还钱 一直帮她还钱 女士言语刚柔并激 处处为小贤着想 不过 还是别让他们继续担心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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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当事 哇 你们也太夸张了吧 天哪 你们江辉寒来的 这是当事人 你别吓到她的20岁大学生 没有 我跟你解释一下 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警察 然后她是陪付我们观察的演员 你知道吗 我有一瞬间 我想到了这件事情 是吗 因为我记得 我看过你们在那个 大娘睡觉拍过一个什么老人家的 然后我就有想过 但是我看到 你们俩演 这姑娘演得太笔合了 一起来哭 一起来哭 一起来跟我哭啊 我跟她劝了半天 然后我老公这个人 就见义又为了那种 对啊 然后就 就报警了 然后她是记者 然后她就喊了记者来 然后还喊了那个公安局的人 女士对男士的崇拜 异于言表 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位帅气的男士吧 什么时候查觉出那边 可能不对劲 就这个姑娘沉默的时候 就听出来了 我听到了 但是我当上我也没有发错 开始我跟我老婆 用手机打了个字 我告诉她 这是套路带 然后我们就关注了一下 那是不是想过要怎么解决 我开始我是这样的 我是叫那个女孩子 不要 就不要签字 首先自己得坚定一点 是吧 如果那个女孩子签了 那就完了 如果签了之后 那个男的把那个合同拿走 跑掉了 我也追不上 他下回又可以联系她 继续诈骗或者怎么样 抛开自己工作关系来说 作为本事的人 除了我之外 肯定还有很多人 会做出这件事情 当时我有点顾忌 是因为我老婆 她做产检 你知道吗 这是我唯一顾忌的地方 但当时是有意思考虑的 我是觉得 首先 报了警之后 警察第一次事件的话 就会把场面控制 然后叫媒体过来 一方面是可以做一遍 新闻报道做警示 他一个媒体来 也是一个双管旗下吧 不是每一种伤害 都非得在 已经发生才能切入的 在他发生之前 就应该把这个事情 消灭在萌芽状态上了 而我老婆 她年纪才二十岁 如果说一个人 大了青春 就碰到一个坎 然后就消磨下去了 就没卖过 那这个人生也就毁掉了 所以说 就能把他消灭在萌芽 这种事情的话 那肯定要管一下 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去做孕检的 马上就要变成妈妈的 这位女士 她是当事人 你们别这样 你们别再吓着她 她才二十多岁 你打开说 她第一个 反正你们别吓着她 她小 她是当事人 你别吓着她 二十岁 很温柔的一个人 她随时随地 在呵护她 而且我们这位男同行 很专业呀 第一知道 晚上报警来解决问题 是的 警察可能一下子 不能定义 你的违法犯罪 但是呢 可能会 要把事儿控制住嘛 也会预防侵害 最让我惊奇的是 他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就分析了 我们正好可以 做现场报道 我们见证了 新闻的发生 很敬业 很敬业的一个人 很敬业 我们媒体人 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不就是 首先宣扬好 抨击不好的 然后如果有陷阱 我们要预先给大家警示 她想到的是这个 我们要弘扬正能量 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 对于这种违法犯罪的事情 不光是现场揭露 不光是现场阻止 而且还要让更多人知道 其实我们讲 这个套路贷 也是近半年 层次不穷 国家也对套路贷 采取了相关的严厉政策 是真的 我前不久 好像就是八月中旬嘛 刚看到新闻里边 是有的 最高法出台了 有关的通知 是要严惩套路贷 其中的 关于 踢着民间借贷 外衣通过虚增债务 伪造证据 恶意制造 违约收高额费用的方式 来非法侵占财物的套路贷 诈骗等新型犯罪 你看 最高法已经把这种行为 定义为 诈骗等新型犯罪了 太好了 那这也就是说 接下来 现在正处在套路在 漩涡当中的很多人 上反乱吧 这还耽误什么呀 保障自己的权利 也像最后这位男士说的一样 不是每一种伤害 都非得在 已经发生了才结果 发生之前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公民 都应该把它消灭在 萌芽状态 这也是我们的节目 一次又一次的 给大家做这样的告诫 和警示 想要传递的证言 也希望大家 能够像我们在今天的 每一季观察当中的 这些人一样 可能发生了伤害 消灭在萌芽当中 像这内的场所 就是一些赌博机里面 别人都需要借钱 网吧 这些地方 很多人都会需要 就很需要钱 有一些人呢 是在上班 但是他的钱 还是不够买东西 然后就需要贷款 然后我们会把他 带到银行里面去 给他开一张卡 然后会打入十万块钱 打到他卡里面去 带着他到银行 去把这卡里面的钱 取出来 再把他能带到公司去 实际情况上 就只给了他两万 合同上面写的 本来是按照年利率 其实只写了一个月 他故意过了几天 多过几天 然后来问你说 我约了 按照百分之五一天 那累积的就更多了 所以才会签下 更大的单子 第一次 当然很简单 第二次就会开始说 打电话给你的父母 威胁你 或者说骚扰你身边的人 会打电话给你说 告诉你的父母 或者就说 到你公司里去找你 这样的话 会对他有些影响吗 所以到了第二次 他还是会乖乖地签的 他也会问好 他家庭住址 父母是干什么的 一共有几套房 家里的所有资产 全部会给你捋清楚 到底能炸到什么样的程度 到了第三次那就更可能 那直接就带着人去了 对方只要稍微 态度有一点强硬 说什么报警 说钱不还一类的话 马上就挨揍 然后他就会乖乖地 把房产证交出来 把那个车的那些证件 都交出来 然后移交给你 再会签一下一些 更不平等的合同 在法律上面会证实 十万块钱是借了你的账 我是借了你十万 可实际情况上 你只拿到了两万 可是那谁知道呢 只有你知我知 假设说你家里有三道方 能值七八百万的话 他就会炸到七八百万 就会一直滚 滚到你还不起为止 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晚了 这个贷款是你不可能还得起的 除非你爸是马云 对 我去那家公司了解了 刚开始不知道 但是了解了情况之后 知道干的那些 明着就是跟沙人放火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我知道这个情况很严重 肯定是放火的 所以这种地方我也没有待 好了 朋友们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你会怎么做的全部内容 本节目是由 《名称健康地花之秀》 联合特别播出 大家可以在爱奇艺来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还可以通过中国青年网 中国新闻网 中国网娱乐频道 腾讯娱乐 凤凰娱乐 今日头条 新闻客户端 ZAK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的相关资讯 好了 朋友们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节目标志 请标志